名牙医厕所窃路谁踩脏马桶 什么都没拍到判无罪 知名牙医杨世芳可以送一口气了 因为她前年被检方指控 头牌患者上厕所的画面 现在她无罪确定 70多岁的杨世芳 曾任阳明大学口腔生物研究所所长 在多家医疗院所认知过 算是国内牙医界重量级人物 不过前年一位女患者 在她牙医矫正工作室的厕所 发现垃圾桶里 竟然藏了一台摄影机 朝着马桶方向拍 女患者立刻报警提告 杨世芳斗案辨称 工作室厕所马桶常被人踩踏弄脏 放摄影机是要揪出没功德心的人 录影角度是对着如厕者的鞋子 借此来辨认 一审法官勘验录影档案 确实没拍到女患者上厕所的画面 因此判杨世芳无罪 检方上诉高院认为 女患者觉得有被偷拍 但找不到影像 只能认定杨世芳切入未遂 依法无刑则 所以杨世芳无罪确定 动物新闻台北报道